墾丁大街上 向亮清脆的激发声引人注意 气球射击碳内 民众们是身手 玩具枪所激发的子弹 颜色鲜黄 直径6米里的实心BB弹 坦立佳 和大众游客的子弹比一比 有着金属光泽的钢弹 直径大约一公分 硬邦邦的材质 缺乏坦性 大小也一样 赛者一样 一样一样 对 因为我不知道啊 因为很多人做顾问 不知道是谁 要厘清商人的钢珠从哪边来 警方找来了 经营弹珠台的摊位业者 有可能是掉出来嘛 然后被车子压 不可能 因为那个太小了 不可能弹上来 先前在物台地区 有交通指示牌被破坏 圆圆的弹控把金属板给贯穿 看得出来钢弹破坏力道强大 这个BB弹小BB弹啊 就有长枪跟表 对对对 那种钢珠进不去 那个MM差太多了 是一定的怕啦 只是说这是 是冰山一角啦 都市也有啊 像街音站什么 那个起来玻璃不是都破掉 又不止我们这边 只是说我们这边比较特殊 就是游客比较多 真的很危险 墾丁大街观光客密集 打伤游客的钢弹 是透过了枪支 激发还是其他的方式 来喷出警方凑撕剥剪 离情当中 三零新闻 朱俊杰 朱俊荣屏东报导